大家好,今天是11月17日 那我们今天继续谈这场反风控抗议 那我今天要主要给大家提一些我的一个人的建议 下一步应该怎样推动 有人担心这场运动会忽视而重 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必然会赢 而且只能赢的最后的一场对决 那么下面我先首先给大家打打气 分析一下这场运动为什么会赢 这场运动不是某个人推动的 它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必然 人们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 经济现在面临崩溃 人们的自由被任意剥夺 公权力被肆意滥用 人们除了反抗,已经别无选择 因此这样的运动是很难镇压下去的 就如成神无管起义 其实玩终有千军万马 也对付不了遍地开发的反抗大军 大家如果了解了这一点 就不会再忧郁不决 要有一股 一股做气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个方面 这场运动不是简单的一个宣泄和个体诉求 而是全民的共同诉求 接触专制 实现民主 人们都已经意识到 只有实现民主 才有自由和人权 才不会再发生这种封门封城的反弹闹剧 这已形成一个全民共识 因此大家会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第三 体制内也有不少人对习近平赌产极为不满 那胡锦涛就是其中一位 胡是前总书记 也是团派的领军人物 他的势力遍布全国 现在被打压的团派 比当年胡耀邦赵志阳的势力大得多 胡赵志顿小平一手提罚的晚辈 因此很容易被他们打压下去 而胡锦涛 这是习近平的老领导 习要打压胡锦涛的势力 这要难得多 艾斯大胡锦涛公然被架出大会堂 肯定触动了很多胡锦涛昔日的不想 他们现在人人自卫 都在谋求某种改变 而将习近平拉下马 这是最佳的一个方案 因此 我预计这次很多地方政府 会对上级下达的镇压命令 消极抵制 这对抗议民众来说是一个利多 当时胡锦涛被习近平下令嫁出去时 我就预感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四 这次抗议滥潮的起因 是郑州富士康抗议 和乌鲁木齐火宅惨剧 人人都感同身说 大家打破了地狱和民族的隔阂 一开始就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接下来被封控很严重的西藏和其他地区 还有对中共早就忍无可忍的香港人 我想都会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 而为外族人 香港人 西藏人 都有非常丰富的反抗中共暴政的经验 与国际社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未来这三个群体 会在这场反抗运动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当然 还有一个群体 任何人都不能忽视 那就是法轮功 他们过去这些年 集聚了巨大的能量 一旦爆发 无法估量 五 中共这次非常愚蠢 对大学生采取极端严厉的封控措施 以为这样不会遭到太大的反弹 没想到事件一场 同学们受不了了 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中共封控 是为了维稳 他们就不答应了 因此 这次大学生反应最快 数十所高效 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同时行动 深受封控之苦的他们 这次不会轻易退缩 六 这场运动的国际环境 对我们非常有益 经过疫情之后 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尤其是欧美国家 更是缠尽了中共的苦头 因此大家都会乐见中共被赶下台 中国作战民主 今天欧美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 都是头板头腰报道 这次反封控抗议 未来会更加冠军 这次抗议活动 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综合以上六方面因素 这次运动 我们没有理由不已 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能既有效地推动这场反抗运动 又将审视降到最低 根据我过去从事反抗运动的经验 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提出如下十点策略性建议 一 像香港反送中一样 遍地开发 采取流水方式 反送中也被称为是流水革命 是借鉴了李小龙的Be Water思路 这样的运动没有领头人 统治者很难镇压 香港反送中持续了半年 没有传统式的领袖人物 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活跃人士 成为了事实上的运动领导者 但是单局抓不进关不完 这种做法在运动初期非常可取 但时间一长就会后劲不足 我在下面会专门讨论 二 借鉴香港反送中时提出的不割席 大家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 不相互攻击 不相互撤谈 尤其不要中了中共挑拨离间的轨迹 他们极有可能再一次挑拨内地人 跟西战人和香港人的关系 我们事先要打好预防针 香港当年提出不割席的人非常识讳 对这场反送中运动贡献极大 因为香港以前民主派之间相互攻击也非常厉害 这次反送中谁也不敢牵口 对着自己阵容的人 谁这样做就失去人心 中国民运阵容内部过去也是相互倾侠 互无卖帐 这次大家一定要谨记 不要被任何人挑拨相互攻击 所以这样做我们大家就唾弃他 第三 大家一定要经常聚在城市的主要地点 这样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 吸引更多人参与 这场运动持续发酵 就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 如果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堵路 最后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 巴西这次抗议选举舞弊 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抗议方式就是堵路 他们这样做很快就让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了 而北京的市民和学生要想办法突破封锁 前往天安门广场 这是中国的心占地带 是民主运动的象征地 过去五四运动 四五运动 六四运动 都是在这里爆发 这一次也不应该例外 当然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难度风险相对也较大 但是我们不用选择 这一步我们只早要走的 早走比晚走要好 埃习当年的例子 我们可以借鉴 当时埃及的这个莫里华革命 也成为叫脸书革命 就是有一群人在脸书上 然后策划进行抗议活动 他们制造了一些假的地点 然后也派了一些很少量的人去那些假的地点 去集会 然后警察把那些假的地点担当的主要的一些封锁对象 结果他们在这个同时出击不意的 出现在了开罗的解放广场 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再离开 知道独裁这边莫巴拉克被推翻了 我记得当时是25天时间 所以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四 大学生一定要想办法走出校园 走上街头 这样才能扩大影响 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 否则就会孤立无援 很容易被平息 和去上 香港中大和理工大学最后在退回学校后遭到了警察的暴力 5. 尽快提出统一而具体的诉求 除了要求解封以外 还应该要求习近平下谈 开放展进实现补选 最好有非常打动人心的统一口号 如现在的解封 要自由 民主法治 共产党下谈 都很好 还应该在恰当的时候提出 实现全民普选 建立民主中国 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元几 也会有更大的合力和动力 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群测群立 献疾献策 提取各种口号诉求和行动翻略 不一定自己去做 运动一旦起来 就会有很多人看到好的建议就去做 这时候 有些非常有经验的老战士 或喜欢动脑筋的年轻人 就能发挥助用了 第六 现阶段不急于推出领袖型人物 领袖通常是在运动中产生的 但是一场真正改变历史的运动 始终没有领军人物和团体 也是不行的 除非这场运动很快取得成功 如罗马尼亚的时日革命 波林前倒塌 因此我们心里要有数 如果我们希望数战数决 我们就必须勇往直前一股作气 做好 做出一定的牺牲的心理准备 否则我们如果要打直九仗 那就一定要有领头人 俗话说 蛇无头无形 鸟无智 不肥 尤其是一场全民参与的 波澜转阔的反开运动 更是如此 香港当年的流水策略 有于成功的一面 也有不足的一面 最后香港反送中运动 以失败告终 跟经过半年都没有产生 核心领袖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领袖不一定是个人 也可以是一个团体 甚至是多个群体的一个联盟 据像南斯拉夫当年 在推翻独裁者 米洛塞维吉时 就有一个 由多个反对派组织 组成的联盟 他们之间 之前也相互不卖仗 但是一群充满理想和机器的年轻人 最终将这些组织 创联在一起 形成了反对派联盟 否则米洛塞维吉 不一定能被推翻 第七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场非暴力抗争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国际媒体 或者海外有影响力的通道 为他们发声 国内抗议民众 要尽量把第一手信息发给他们 请他们协助传播 扩大影响 这样做 也能更好地保护大家 让中共有所忌惮 这方面 国会尽我一切努力 发挥一些作用 也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第八 要充分利用法不折衷的优势 大家尽量不要落单 但人数不够多时 不要轻易行动 可以多观察周围动态 刺激而动 当然 那些敢为停下先 敢于牺牲的人 另当别人 对这样的英雄式人物 我们要给予最高的评价和保护 当中共要对他们下手时 我们要尽量营救 保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落到中共手里 如果他们被抓走了 我们就要及时前往公安局 要求要人 他们如果不放 我们就针对具体有责任人 站在反击 第九 对大多数警察 我们已经采取温和态度 只要他们不主动攻击 看一民众 大家不要去挑衅和侮辱他们 我很理解大家心里的怨气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 赢得这场没有校园的战争 而不是独一一时之痛快 而对那些善心病狂的警告 我们则要毫不留情地予以环境 从语言上到行动上 我们要有对等意识 也就是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什么 因为他们执行的是 违反人性的恶法 也就是违反了自然法则 甚至无法可疑 这时候 我们不能再将他们视为知法者 而是攻击无故民众的暴徒 对暴徒予以还击 天经地义 对于个别穷雄极恶的恶解 应该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 以震慑那些作恶者 最后 如果中共武力阵阳 就要毫不犹豫地进行反省 运动的领军人物和组织 应该登高一幅 宣布当局为非法政权 并成立临时自治过渡政府 这样就能形成对峙的局面 国际社会就会全面介入调停 可能有人会说 守无村地的民众怎么有可能 对付全副武装的军警呢 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这些人没有考虑到 首先 军警虽然拥有武器 但是他们不可能肆意滥用 因为他们也知道 滥杀无骨可能面临严重后果 尤其是在民怨飞腾到了这种程度 他们会更加气场 还有一个因素 现在习近平倒进力尸 全民都是受害者 包括军警和体制内官员 谁都不愿意为他卖命 只是当上级下令时 他们不得不执行公务而已 这也是这次我们看到很多警察 面对民众的声讨 表现得相对比较克制的一个原因 他们中很多人 内心也希望大家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把习近平赶下台 当年罗马尼亚杰斯库 下令国防部阵压民众 国防部长拒绝执行命令 替代他的新部长直接倒戈 赚到了看一民众一别 因此当整个社会 不满到了一定的程度 独裁者的下台 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独裁者的下台 当年印尼独裁者 苏哈拓在前一天 面对愤怒的抗议民众 还延言不是再来一次天安门镇压 第二天早上就通过电视直播 宣布自动下台 让出权力 接受人们的审判 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他发表那一番穷穷极恶的讲话以后 他的儿子和女婿这两位 掌管军队大权的 一个是国安部的 一个是先对于公安部的 内政部部长 他们都逼迫苏哈拓下台 所以这种戏剧性的事情 倒置了他第二天 宣布下台 因此大家如果知道这些 就不会对中共的暴力增压 那样恐惧了 我就先从这十个方面 给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建议 以后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对推动这场 伟大的民族革命 起到一定的作用 谢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